嘿!我是廖哥 姐整理的是人生 你的人生有什么困难吗? 让我来帮你全部out! 欢迎回来解整理的是人生 我是你的整理师廖新云廖哥 之前我在我的粉丝专页 收纳幸福廖新云上面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老师这个职业 最容易囤积什么东西 哇!你知道回响有多热烈 我竟然收到了六七百个回答我问题 非常惊人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问呢? 原因是啊 在我收纳这十年来 客户前三名 第一名就是老师跟教授 每个人听到这里的时候都会傻眼 就觉得老师跟教授都是教书的 照理来说应该会把自己的环境整理得很好啊 怎么可能会是最需要收纳的人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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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错了 你知道吗? 老师跟教授啊 真的是囤积第一名 他们除了在学校的办公桌啊 在学校的可能教室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以外 其实自己的家里的东西也非常多 那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下去 在我统计大家给我的资料里面 就有发现啊 老师如果在学校 他会有很多有关于学生的东西 例如学生的学习单啦 课外读物啦 绘本啊 改不完的作业你知道 还有各种回调跟书不清的考卷 这已经非常多了哦 再来老师本人就更惊人了 他会有教师手册啊 研习手册啊 研习资料等等 那我觉得比较惊人的是 我去过这么多老师的家 他家里面会有很多各式各样 他以前收集的资料 他的教案 然后甚至是他的研习手册 非常有趣的是 我还会在他们家里面看到什么 89年的研习手册 类似这种非常久远的 那也不是好好拍好 可能不知道塞在哪里 然后突然翻出来 那我问他说 请问一下你留这个研习手册 要做什么呢 他说 这里面可能有一些资讯呢 我到时候用得到 亲爱的 他已经过了这么久 你真的不会用到了 而且我有发现啊 因为老师会不停不停的研习 那你的知识是日新月异的 你这研习手册里面有你需要的 你可以把它数位化 存档起来就可以 不一定要留下这个手册 假设你真的觉得很重要 也许其他人有 你也可以跟他借 总之不一定要留下这么多实体 你不一定全部都要留下 因为你真正会用到的非常非常少 你连他的存在都不太记得 接下来就是各式各样的档案夹啦 教学档案啦 资料夹啦 你知道老师的L型的资料夹 真的爆多 各式各样的风情夹啦 档案夹 笔记本 非常非常的惊人 再来当然就是书 书啊又包含什么教科书啊 参考书 那每一年的教科书 可能都会有一些些改版 之前的他会想要留着 之前可能上面就注记了很多东西 想说那就用那一本继续讲 或者是他可能要看一下 对照一下哪里不同等等 总之又会留下很多很多的教科书 再来还有厂商送的参考书 书里面又包含什么研究用书啊 原文书啊 绝版书啊 教育类用书 同事给你的书啊 同事借你的书等等 甚至是厂商送的套书 然后还有你自己去书展买的书 或者是你自己上什么博客来买的书等等 真的超级无敌多 我也发现老师跟教授这个族群 因为他们比较是知识的传播者 对知识比较敏感 书是他们最难丢 最棘手的收纳问题 在学校也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 例如说失误招领 小朋友真的很奇怪哦 他永远都在买橡皮擦 然后永远都找不到橡皮擦 那失误招领有这么多橡皮擦 对不对 你问他说 这里面有没有你丢掉的橡皮擦 他都说没有 好像这些孩子们对他自己丢掉的橡皮擦 一点印象都没有 长怎么样都不记得就对了 我的弟媳啊是音乐老师 他就说他们教室常常会出现 莫名其妙的质底 小朋友质底不见 然后你问他说 这是你的质底吗 他说不是 我觉得这个小朋友 如果质底掉到湖里面 请问这是你的金质底 还是银质底吗 都不是 我没有质底 当然还有什么医师的铅笔啦 各式各样的雨伞 凡你想得到的 有好多好多失误招领 永远都不会有人拿 但是我也发现 有一个老师他很聪明 他过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把整箱的失误招领啊 放在前面 就说 好 我点到就是表现很好的小朋友呢 你们可以来前面选一样 你喜欢的东西带回去 小朋友就觉得很开心 有一种赚到的感觉 但是这一招可能比较适用于 低年级的小朋友 如果高年级啊 或者是国高中生 他可能不太 这一类的事 那当然老师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要收集一些武器 好不好 武器 但是现在是不太能打了啦 我74年次嘛 然后以前我国中啊 高中那个时间 都还是有被打 你少一分打一下 类似这样 哦 这你痛耶 那武器就有很多种 比方说 热熔胶棒啦 爱的小手啦 藤条啦 铜军棍 哎铜军棍有点夸张吧 椅子拆下来的木板 我们以前就都是被这个打 哎你不要小看那个木板 那打下去真的很痛 总之就是老师 也会收集一些武器就对了 那老师还有很多的 就是文件类 我真心觉得老师啊 对文件类好难克服 他可能是影印纸 有没有 这边是错的 另外一边是他写的 他就会再把错的 再翻过来 确认一下 就永远都在确认那些文件 然后就累死 所以有好多好多 各式各样的讲义啦 备课笔记啦 日记啦 心得啦 代办事项啦 要缴的资料 还有各种报告 会议记录 还有过去的试题 跟考古题等等 全部都要留下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的文件有多惊人 老师啊 你们可以试试看 如果真的觉得文件 很难丢的话 要不要把它分成三类 现在会用到的 一定要储存起来的 跟不确定的 那如果不确定的 也许三个月或半年 过去之后 你再来回顾看一个 这个不确定的 如果真的不用到 就可以跟他说再见 不然你们家 真的会被文件塞爆 还有从学生身上 没收的东西 就是那些违禁品啊 比方说漫画啦 手机啦 充电器啦 相机啦 扑克牌 学生的情书等等 各式各样 诶可是给人家 没收人家情书 你这样子拆散一对鸳鸯 当然最大宗 一定会在老师的家里 或是学校看到的东西 就是教具 教具包含非常非常多 例如说优秀的作品啊 学生的佳作啊 劳作啊 论文等等 这些一定都会被留下来 他以后可以拿出这个 然后跟大家说 大家可以学这个 他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还有各式各样的教材 包含各种道具啊 学校的用品啊 CD啊 教案啊 然后材料等等 不要小看这材料 材料可是多的咧 有各种DIY的材料 比方说纸箱啦 纸盒啦 各种纸啦 烤卷纸 烤卷纸的背面还可以拿来画画 对不对 还可以拿来写一些有的没的的 那如果你是幼稚园老师 或者是你是教比较小年纪的小朋友 你就收集一堆回收的东西 例如说奶粉罐啊 瓶盖啊 免洗块啊 吸管啊 布丁盒啊 或什么纸袋的提把啊 光碟片啊 养乐多瓶啊 蛋糕的纸盘 类似这种 觉得总有一天 我们要做劳作的时候 一定会用得到 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在幼儿园 或者是教年纪小的小朋友 或者是他是没劳啊 劳作的老师 就有超多这种 每一个资源回收 在他眼中都有价值 所以他就很难丢掉 而且他会觉得 如果我现在不收集的话 到时候我需要的时候 就会没有 所以我现在就要疯狂收集 所以我就会看到很多 很奇怪的东西 然后就觉得这个是 他说这个可以做什么什么 这个竹筷子呢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这个吸管呢 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每一个东西在他眼里 都非常有利用价值 都可以做出一个 可爱的作品 教具也是 其实有很多老师 可能会自己手做教具 比如说什么 可爱的扭蛋机啊 或者是一些图卡等等 那这些东西 都是他偶心力写的作品 他会觉得 也许我一年只用到一次 可是万一我下次要用的时候 我就必须要有他 所以教具啊 一旦用心做了之后 他就会很难把他丢掉 就算啊 以前是教三年级 但他现在教五年级 这个教具用不上 他也会觉得不行 也许有一天 我又会回去教三年级啊 又留着 所以东西就会非常非常多 但如果你是这样的老师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你的教具啊 不管是先借给 或是送给 正在教三年级的同事 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像银刀都可以 不要在关刀就好 这样可能你家可以 进空一些小东西 而且做教具这件事 你的教法会日新月异 你的教具也会越做越好 真的不用担心 你之后没教具 如果是教自然科学的老师 家里就会有很多标本 植物的种子啦 反正各式各样 很精彩 还有很多的实验器具跟材料 而且我觉得超可爱 我有去过一个自然老师的家 可能自然教室 东西要淘汰了 他觉得不行 这显微镜真的burr棒 这什么什么很棒 又把这些东西 不是一份哦 是一二十份 然后带回家 就是觉得学校要淘汰了 好可惜 那我带回家好了 请问你留着这么多显微镜 要做什么 会有很多啦 很多很有趣的 还有不管是哪一种老师 家里会有很多美劳作品 可能有美劳的器材啊 原子笔啊 彩色笔啊 教具啊 教室布置的东西啊 纸材啊 缎带啊 亮片啊 各式各样 很有可能 他们一下子要做什么东西 然后一下子又要教室布置 又缺什么缺什么 所以一定都会背着美劳用品 更不要说各种小奖品 比如说贴纸啦 小玩具啦 印章啦 卡通周边商品啦 桌游等等 如果说你是教国小的小学生 就非常吃这一套 很喜欢各种可爱的礼品 如果是比较大的孩子 可能比较不吃这一套了 像之前我去演讲的时候 老师就很贴心的准备了一些可爱的 书压小物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互动 可是你知道吗 大学生完全没有在吃这一套的 我可能问大家一个问题 然后如果大家有回答的话 我就送他这个 对不对 真的有人回答我的问题 他可能举手 很漫不经心的回答我的问题 他答对 我要给他那个书压小物的时候 他说不用 谢谢 我超尴尬 当然老师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夹链袋啦 塑胶袋啦 或者是收纳盒等等 来分类他利利口口的东西 非常非常多 老师自己本身啊 囤积的东西也不少 他可能会有很多的文具 红笔啊 红墨水啊 胶袋啊 白板笔啊 或者是磁铁啊 贴纸等等这一类的 我发现 所有的老师最难丢的东西 是学生的卡片 学生可能在他生日会平常啊 感谢他 就会做一些手作的卡片啊 亲自画的图啊 告白信啊 甚至大张的感谢版啦 感谢海报等等 这一类的 他们都觉得很难清掉 因为上面的这些回馈 是给自己的肯定 然后就说 好有爱哦 先留着 但是你每一届教了这么多 然后收到这么多 你家真的要报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 你可以把它数位化 拍照留念 弄成一个电子档 在你的资料夹里面 随时你要看都可以回顾 不一定要留下纸本 除非那个纸本 让你觉得这个 做的太精致 这又是一个家座 这不能丢 那你就丢 除了学生送的以外啊 还有家长送的卡片跟礼物 家长有时候很好心 有什么厉害的东西 或者他团购了 有什么东西 都会想要送给老师 所以老师有超多东西 什么护手霜啦 维他命啦 扩箱啦 小饰品等等 通通都是家长送的 老师本身呢 是一个很高压的职业 所以我去他们家之后 发现他们非常喜欢团购 可是他们团购的东西 比较不一样 都是一些吃的 例如零食啊 还有筋皮油 如果你是一个 常常需要讲话 然后你喉咙很容易 不小心锁头的人 真的很需要筋皮油 很厉害 总之老师就是很喜欢团购 这一类的东西啦 他也会囤积很多食品啊 比如说 学生不吃的点心 可能会送给他 或者是说 你可能是教餐饮的 学生做什么面包 你就得到大量的面包啊 饼干等等 当然老师也会囤积一些 咖啡啊 红茶啊 泡面啊 甜食等等 再来蛮常见的就是 学校送的各种纪念品 我真心觉得 学校实在是超没有美感耶 就是你们送的东西 都好丑 怎么这样 就是例如 有学校logo的背包 谁想背我就问 还有 学校几十周年 好比方说学校三十周年 送你一个 有学校logo啊 学校大门的便利贴 总之就是这一类的 当然还有什么教师节礼物啊 奖杯奖壮的 然后这个真的很苦恼 我是觉得奖杯奖壮啊 你也可以把它数位化 不一定要留下那个东西 你知道吗 不需要的奖杯啊 其实是可以送人的 当然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可是真的 网络上真的会有人 跟你索取不需要的奖杯 也许上面是你的名字没错 但是他就是想要 不需要的奖杯 我再猜啦 他可能是一个YouTuber 有没有 或者是他可能想要 让别人觉得 他背后都是奖杯 但是上面都不是他的名字 也有可能 所以你不要奖杯啊 也可以把它节缘出去 好不好 可能在政务网啊 或者是分享爱免费节缘 之类的分享出去 真的会有人要 然后还有毕业礼物啦 毕业礼物真的是蛮多的 或者是年节的礼品 我觉得每一个老师的家 真的好多哦 什么马克杯啊 锅碗瓢盆啊 保温杯等等 超多你一个老师 有50个保温杯 这夸张 他也很苦恼好不好 他自己用不到这么多 让老师比较棘手的 就是充满回忆的东西 除了刚刚讲的卡片以外 还有班级活动的照片 比方说什么毕业纪念册啦 然后学生的照片 他可能教一班之后 你的照片就会爆多 所以这也是老师很难割舍的东西 讲了这么多啊 都是老师最容易囤积的物品 但是这只是我根据大家 还有我的经验分享出来的 如果你觉得不是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不是所有老师都这样 也有很整齐的老师啊 然后也有不囤积的老师 也有超会断舍离的老师 但是呢 在这个问卷里面啊 有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老师啊 很有可能他在情绪上 真的会累积很多的愤怒啊 怨气啊 常常会一把火 然后就容易内伤 甚至是理智线常常断掉 血压飙高 脑压飙高等等 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啦 可能会有压力 比如说动不动 可能会被家长告啊 很不受尊重 或者是会有感渴的压力 心中就会觉得 哎 很心酸啦 很心累啊 有无力感 无奈 然后很厌世 有好多的烦恼 老师自己说 老师很容易会造口业 一定会有很多冤亲债主 我是不知道你们平常 心中是造了多少口业 当然也会有一些倦怠 做久了之后 可能会职业倦怠 然后很累 最辛苦的是你们的身体 因为身体会累积好多好多的毛病 像我就有看到大家的回答是一些什么 新冠病毒量特多 然后很容易头痛啊 静脉曲张啊 爆肝啊 手部的关节会疼痛啊 然后会有很多宿便 哎 老师 老师还好吗 请吃火龙果 然后还有很多坏死的细胞 肩膀很硬 气节暴多 很容易没声音 可能会有很多痰啊 然后肺里有好多的粉笔灰等等 喉咙可能会长茧 或者是常常被传染感冒 真的好辛苦 重点就是疲劳轰炸 可能真的太累了 会有好多白头发 皱纹啊 甚至有的老师会觉得 他们囤积了很多癌细胞 当然啦 很多老师的回答是 囤积了很多脂肪跟肥肉 我觉得很好笑 最经典囤积无形的东西就是 可能会有很多对家长的OS 可能会有很多恐龙的家长啊 或者是 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家长是花黑盆 我就有遇过比较夸张的 他的小朋友已经很大 好像国二还国三 老师不是会有家长的赖吗 家长会不停的传赖给老师说 老师你要记得叫我儿子喝水哦 我想说 哎 他很大人的 他不是两回 就是已经很大了 不应该是老师去盯他 好吗 老师有没有遇到很多恐龙家长啦 直升机父母 还有看不完赖讯息 这是我觉得最可怕的 当然 最棒的就是 有很多 有关孩子的一切啦 例如说学生的大小事啊 教学生的体验啊 或者是你可能会累积很多爱导弹的学生 没有教好的学生等等 但是相对的你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 不管是孩子们的笑容 或者是可能你的课很抢手 有家选不到的学生等等 这些都是很棒的 其实老师啊 还是有正向的地方啦 可以得到很多的欢乐 你也是在积功德 积福气 越教越好 可能会有很多知识 那你会有很多的热情 有优越感 然后过得很快乐 这也是我的希望 每一个老师 你们真的都辛苦了 你希望你过得更清爽 更有决断力 过得更快乐的话 现在就开始断舍离 好不好 很开心 大家跟我分享这一些 关于老师的资讯 我也很希望之后 可以继续的再开类似的单元 我们来看看每一个职业 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 非常有意思的话 欢迎分享给你的老师朋友们 那也欢迎你到我的 Apple Podcast底下评分留言 记得给我五颗星 好吗 欢迎到我的粉丝专业 收纳幸福 廖星云 跟我分享你的感想 谢谢各位 下次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